6月15号上午10点20分 耶稣会是赖甘林神父 于宜福园盟主重召 向松寿105岁 耶稣会按照赖神父的遗愿 遗体捐赠给福人大学医学系 当天下午4点45分 在福人大学国喜楼4楼祈祷室 耶稣会举行殡葬礼仪 即大体老师迎接礼 开始赖神父的另个旅程 礼仪由耶稣会詹德龙神父主理 辅大校幕林芝鼎神父 辅大医院院幕弘万六神父 和在赖神父生命末课 始终陪伴的谢师祥神父 培育圣神父 以及耶稣会的延任吉神父 陈廷淑神父 同为西班牙斯多的沈拉蒙神父 等八名神长共计 另外在台服务的侄孙 沃尔哈杜兰 修女和信友近百人参与 主理的詹德龙神父 在讲道时说 七八年前,我自己在台湾医院改导,心脏改导 来神父每天早上就来,给我送上一提 下午还来一次 问候问候,有一次神父说,我下午不能来,因为有个神父在台南,我们一个神父在台南生病 我说,我想不到,谁想到呢,但笑了,还是来了 我说,神父您怎么来,他说,圣诞高铁很快哦 高铁很方便 所以你看,奉献到底,就是这样子 我不要多讲,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跟来神父的很多的经验 今天就是,我们,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有那么火力的神父 就那么久,那么久 有那么大的火力 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是天主给了非常丰富的生命 可是,这些都跟现在,他要在跟天主的,跟天主圣上这一次分比的 这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现在呢,来神父好像有两种使命 一个是要继续在人间当老师 而且有关他的资料非常多 我想要接近他的遗体的同学 是可以去了解 这位老人家的生病 我想他们也会体验他的信仰 可能也能接受了这个信仰 所以,来神父虽然这样今天早上死了 但是他还继续在我们人间当个老师纪念了 然后可能三、三、四年这样子后 当然更重要的使命是要去朝代天主 已经开始了,相信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份很微妙 他好像还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他就做了 提供了他自己的身体 那么他又会在天上跟主圣在一起 继续地从那边照顾我们 我想我们有什么需要 可以勇敢地向他祈祷 不到20岁就与赖甘霖神父相似的 福大医学院长叶炳强 接受专访时 有几分难以平复的情绪 谈到赖甘霖神父临终前的身体状况 后面这几个礼拜我们也有机会陪伴他 也帮助他这样子 我们跟我们就是神父熟悉的人 包括就是在衣服园的那个冯翰宗执事 冯翰宗执事就是一起在照顾他 然后还有其他人就是帮忙 让他身体的不舒服能够捡到最低 然后也是在一个比较符合安宁 也符合神父他过去所教导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慢慢让他就是生命做一个结束 那当然我非常非常不舍这样子 不过神父可是他很清楚 他也准备了也准备好了 在很多次机会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准备好 那所以大概接一个多礼拜 那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力慢慢一点一点的消失 大概就我们昨天 昨天就感觉可能大概就快 他的快离开我们这样子 所以他也选了一个白天的时间 大家都看到他也可以很多人陪伴他这样子 未来要准备接触神父的学生 可能看到刚才张神父所说的 他有太多的素材跟资料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神父作为一个神职人员 也作为一个医生 他的这几十年也关心了人 关心病人也帮助了很多人 所以基本上面神父是一个 在活出身心灵以及整个家庭 整个社会的那种全人关怀的照顾 是神父本身就活出来 所以我想未来接触到神父的学生 可以看到很多的资料 就发现神父是一个那么可爱 那么全心奉献 为他的志愿 他作为一个曾经有读过医学院 有医学博士 然后在修会里面所有的工作 所以关心别人的工作 这些事情都可以观察 我想为后辈来讲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典范 对 一群公 三群公 三群公 赖神父虽然已经回归天价 但他的典范将长存于我们的心中 相信如同詹德龙神父所说的 赖神父已去朝拜天父 与天上出圣 永享主恩 今天 明天 后天 是一个愿的人 在地人 是个愿者 很可爱 完全是这个愿者 等会 又是一个热情 做事 都会